你好,本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读书向善》,长江商学院读书首季 我会用大约十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书中精髓,就读长江商学院的宝贵经验 俗话说知识改变命运,很多寒门学子通过高考走出大山考上大学,并在毕业后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但我们也看到,许多世界知名商人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例如比尔盖茨、乔布斯 在中国,许多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创业初期也没有系统地接受过商学与经济方面的系统训练 而是在不断地实践与读书当中积累经验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企业的飞速发展,老板忙于事务性工作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学习 企业家的瓶颈很容易显现,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很多企业家希望借助于商学院快速获取知识,提升自我 作为由李嘉诚基金投资创办的学校 长江商学院成为了许多商界精英提升自我的首选 本书作者张沐文就读于长江商学院EMBA第32期四班 并于2019年底捷克毕业 在长江商学院的学习过程中 作者将学习经历与课程笔记凝结成本书 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建议 接下来,我将从就读长江商学院 你可以获得强健的体魄 就读长江商学院,你可以获得强大的领导力 就读长江商学院,你将获得管理秘诀 就读长江商学院,你将获得丰富的经济学知识 这四方面内容,来帮你更好地掌握本书和新内容 第一部分,就读长江商学院,你可以获得强健的体魄 熟悉长江商学院的人都知道 长江商学院有着另外一个别称 长江体育学院 这是因为在长江商学院就读过的很多企业家 都成为了体育界的精英 如长江商学院EMBA第27期校友 成为全球首位攀登过14座8000米级山峰的中国女性 第26期校友马延兴 也被誉为长袍女神 将商业精神与体育精神融合 正是长江商学院的重要特色 长江商学院每年都邀请学员们参加 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 与其他商学院的学员们同台竞技 学员们将会在四天三夜当中 穿越110千米的茫茫沙漠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清楚地认识自我 挑战自我 在本书作者入学长江商学院第一天 就参加了在北京房山举办的商学院学前拓展活动 活动地点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地质公园 四面被高山环绕,绿树成荫 拓展游戏简单却富有哲理 平时位居高位的学员们都在拓展活动中 放下了高傲的面具与厚厚的铠甲 将灵魂深处的天性展露出来 在这里,企业家们重新成为了员工 成为了孩子,找回了天真 甚至找回了幼稚 第二部分,就读长江商学院 你可以获得强大的领导力 企业的命运与领导人的领导力高低 与强弱有很强的关联 老板的领导力决定着企业的层次 但领导企业对企业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 没有什么比人事决策更加难以做出 通常我们所做的决定不会理想 其中三分之一是合适的 三分之一勉强过关 另外三分之一彻底失败 关于领导力 长江商学院也设置了丰富的课程 教授作者领导力课程的 是长江商学院副院长 领导力与激励研究中心主任 张小萌博士 张小萌博士讲授课程的核心目标 有以下三点 一 让学员具体理解领导力与激励模型 掌握影响促进激励员工的实操方法 从而促进组织成功 二 分析有效领导者的行为特点 个性特征以及管理风格 从而深入理解如何高效率地 与上司 同事及下属合作 三 清楚如何能在组织中 影响与激励他人 从而形成自身有效的领导力 成为更优秀的领导者 在课程的学习当中 作者也收获了许多感悟 在这里简单列举几条 一 领导者的情绪控制是一种能力 更是一种方法 一种责任 二 每一位领导者都要学习一点心理学 因为人心叵测 人性叵测 心理学可以帮助领导者降低管理风险 三 通过一次简单的会议 就能知道自己的领导力 与别人相比是高还是低 四 真正的管理者其实是一种天赋 课程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验证 五 榜样是最好的领导力 专业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第三部分 就读长江商学院 你将获得管理秘诀 许多企业管理者认为 企业难以突破瓶颈 问题都出在管理上 因此总会照搬大企业的管理模式 重金学习标杆企业的管理方法 这就很容易走向一个误区 为管理而管理 从而形成可怕的纯管理路径 在企业管理方面 长江商学院也为学员们设置了丰富课程 主讲这方面课程的老师 包括长江商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 跨国管理专家 严爱民教授 他讲课时而风趣 时而威严 亦正亦邪 跟随着严爱民教授的思路 作者对于企业管理也获得了如下见解 一 世界上所有的差错大多发生于细节 所有的成功大多取决于系统 二 管理者一定要能预测变化 包括国的变化 家的变化 人的变化 模式的变化 与对手的变化 三 执行力 靠纪律与奖励来提高 四 位置越重要的人 越要懂得批评与自我批评 五 做表面文章 与投机取巧的人 最容易获得信任 管理者要高度警惕 六 公司从良好到破产 只有两个原因 一是什么时候都离不开一把手 二是看不见危机 此外 讲授企业管理实战课程的 还有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 美国百森商学院终身教授 伍建民 他曾为众多中小企业 以及大型国有企业 传授关于企业成长的管理课程 他的授课题目是 Tachmark管理实战模拟课程 所谓的Tachmark 其实是一种充分讨论 各种高层管理者相关管理概念 与技巧的催化剂 在本次授课过程中 作者学到了企业管理问责制的重要性 对于企业的重要岗位 一定要设立继任者 否则无法进行任何问责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营原则 第四部分 就读长江商学院 你将获得丰富的经济学知识 很多老板因为没有接受过 系统的经济学知识培训 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 犯下了很多错误 就算是经济学类专业毕业的企业家 在毕业之后 并没有及时更新自己的经济学知识 忽视和错失了很多商机 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学科 经济学知识对于企业经营来说 具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但经济学又是没有边界的 它频繁地入侵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好像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 都可以被经济学所涵盖 长江商学院EMBA项目副院长 市场营销学教授朱锐 为作者生动讲解了著名的 前景理论与锚定效应 这些心理学及行为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都能为经济学所用 所谓前景理论指的是 人类的一些行为往往是不合逻辑的 参照点的变化往往影响着人的感受 进而影响人的决策 在面对失时变得倾向于追加风险 而面对得失却愿意规避风险 例如有一种疾病爆发 有600人可能会因此丧生 有两种治疗方案可以选择 选择A方案的人结果是200人 肯定会得救 B方案的结果是有三分之一的机会 600人全部得救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A方案 而如果将描述改成选择A方案 会有400人因此丧生 而选择B方案 有三分之二的可能600人都会死 此时大部分人都会选择B方案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于一件事前景的不同描述 可能会影响到人们的风险决策 损失时的痛苦远远大于得到时的欢乐 我们可以将这个满含心理学色彩的 经济学理论运用到商业经营当中 使自己的投资决策更加理性 朱锐教授的第二天授课内容 关键词则是锚定效应 所谓的锚定效应 指的是人们对某人某事的判断 非常容易受第一印象 及第一信息的支配 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 将人们的思想固定住 锚定效应被人们有意无意地运用在生活当中 例如在面试的时候 面试者的行为举止与衣着打扮 往往会先于他的业务能力 给面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 进而影响到面试的结果 同时锚定效应也经常被运用到新产品定价当中 例如某品牌矿泉水 在星巴克的价格是22元一瓶 而在某电商平台却只卖到5元一瓶 这就是因为在星巴克的环境之下 这种矿泉水会给人们留下一种高端的印象 因此尽管价格很贵 总有人乐意买单 读到这里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下面我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部分我们讲了就读长江商学院 你可以获得强健的体魄 第二部分我们讲了就读长江商学院 你可以获得强大的领导力 第三部分我们讲了就读长江商学院 你将获得管理秘诀 第四部分我们讲了就读长江商学院 你将获得丰富的经济学知识 当然在原书中作者对于长江商学院 学习的收获与思考还有更多 建议大家阅读原著 以便更好地领悟书中真谛 好了 这本书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原因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